中文字幕志愿者 就是专机十点钟就到台湾了 但是陈时中部长九点钟才知道 等于疫苗都已经要降落了 人家才告诉我们 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会有什么秘辛吗 我们都要一起来讨论 问家来宾第一位是 立法委员郑立文 大家好 立法委员费洪泰 大家好 资深媒体人董志森 大家好 以及新北市议员黄俊哲 大家好 大陆以崇害为由 暂停进口了台湾的凤梨 第一时间行政院长苏贞昌定调说 这是检疫的问题 但蔡总统随后去谴责对案政治化 立文啊 府院竟然不同调 所以这到底该怎么解读啊 所以到底这件事情 应该要怎么样的去因应呢 但目前因为我们的政治调子 已经拉很高了 我们来听一下 赵春山老师这个两岸的专家 他是怎么研判的 但如果你因为这个事务性的协商 台湾的时候 你要碰到这个问题的时候 那你势必要解决 那解决的时候对我们政府来讲 你就是要考虑想一套 如果九二共识你不喜欢的话 你这个时候跟面对面 要处理这个问题的时候 你有没有想出其他的这个办法出来 这个就是已经进入谈判的过程了 总比过去一直都不来往好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机会 但是我不晓得我们国安高层 有没有考虑到这个这个问题 换句话说 是不是把这个视为从事务性谈判 而且非常低层次的技术性问题 会是一个两岸回春 起码开始接触 起码开始谈判的一个机会 因为可以让他毫无政治性 否则之前因为已经闹得挺僵的了 两边恐怕都拉不下脸来 那凤梨搞不好是一个好的机会 但是我们看一下 那么大陆说凤梨有从 所以禁运之后 我们的府院党第一时间的回应 到底是什么 好 新政院长苏贞昌第一个碰到 因为他就在立法院接受总质询 就被问到了 所以他就说这是检疫 就对方是用检疫作为理由 所以不会升高为政治层次 但是话说完之后没有多久 马上府院党的调子就拉高了 因为府就跳出来了 毕竟两岸国安问题是有府定调的 府的发言人就说 大陆这种做法不是善意的行为 接下来蔡总统亲自站上火线说 大陆是以突袭式的方式通知 所以并非贸易考量 好 民进党的发言人也随后出来发言了 一起在差不多同一个时间就说 这个是超出正常国际贸易的考量 让人质疑背后的政治动机 所以在这个时刻可能把它定位成技术性问题 大家恢复谈判的机会就已经几乎是不见了 所以接下来我们就来看到了 这个大陆国台办那一边的讲法 他们是说暂停台湾凤梨输入大陆 是正常的生物安全防范举措 完全合理是必要的 但民进党却刻意的歪曲 说明了民进党没有意愿 也没有能力解决实际的问题 而只靠污蔑大陆来回避自身的责任 当然回的也很不客气 但是不是用这个东西测试民进党 结果民进党一下子就用一个很恶意的方式来解读 丧失了一个宝贵的机会呢 那赵春山呢 他是一个非常资深的 大家都领导人各党 都愿意咨询的一个熟悉两岸事务的赵春山老师 就说北京呢 他是把这件事情设为是技术性的问题 所以台湾应该顺着这个逻辑 跟他谈技术性的问题 过程当然就会触到公权力啊 官方不是只是民间买卖 那进入了谈判以后 再来处理深水的九二共识 而不是先要把九二共识谈好了以后 才能谈判 那就是两件完全不同的概念咯 所以赵春山的意思就是说 从这个方向解读的话 那就是一个契机了 那台湾就应该要主动的接球啊 因为在暂停进口台湾的凤梨之前 北京曾经透过海峡两岸农产品检疫检验合作协议 就过去我们曾经两岸签过农产品检疫检验合作的协议 所以北京有透过这个协议来发函告知农委会 所以是用这样的层次跟农委会告知的 那这样的硬中带软的讯号 既然如此 蔡政府应该顺势而行 就从农委会的层次去谈 不要拉高到政治的层次 谈凤梨问题就好了嘛 不要连谈都不谈 所以就变成了是不是对方丢求台湾要接 否则的话被动是无济于事的 好 那么所以接下来呢 我们看到吴子佳他的评论就是说 蔡总统是中华民国历史上跟美国关系最好的总统 不是吗 所以在中美冲突升高之际 美国不会希望台湾卷进去 因为台湾如果绞进去的话 会把美国拖下水 所以如果蔡英文不和对岸谈判的话 吴子佳预测 接下来就是中美共管台湾问题 换句话说 台湾没有办法直接跟对岸对话谈判 那只要跟两岸的关系的问题 是不是就美国有很正当的理由 出来直接跟中国谈了 那中美谈了 那台湾就没有角色 也没有发源权 是不是反而对台湾是比较不利的呢 两岸谈判非常的专业 也要非常的细腻 应该严谨的研判 现在的局势是什么 要怎么样下这个棋 这一次会不会下得太鲁莽 决定的太快了 对 事实上现在看到政府第一时间 几乎都是在想说 我们要怎么样大内宣 我们要怎么样呢 来这个把凤梨来转内销 我们看一下现在要救凤梨 到底政府怎么做 好 国营事业说 我们要站出来了 所以包括了中油台电 这个台水 说规划要采购12.2万颗的凤梨 那么另外台酒也说要认购50公顿 要来开发酵素干洗手等等多项的新产品 说希望今年可以去化超过100顿的凤梨 那么另外乔委会还说要号召欧美等国 还有台商会来预定 12个货柜还有24000公斤的凤梨等等 好 农委会就说 你看我们发起还不到100个小时 认购已经有41000多公顿了 这个数字渴望就超过了去年卖到大陆的数量了 那么如果以今年凤梨产量41万多公顿来计算 依照去年的比例来推估 今年销路的产量大约是4300多公顿而已 因此认购量是已经达标了 我们完全没有问题 危机已经解除了吗 好 我们就来看一下这个表格了 好 所以你看到这边了 就说我们本来推估说 要卖到大陆去的是4.03万吨的凤梨 但是呢 因为3月1号之后 突然一下情势转换 因此没办法登陆了 好 所以说呢 接下来你看到 这个就是我们要卖到大陆的凤梨 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2021年不是说预估生产的是 41.5万吨的凤梨吗 代表这整条线啊 其实就是我们生产的所有的凤梨 这也代表着除了这一小块之外 其他的部分本来就是我们要内销的凤梨啊 好 所以你看到现在说 哇 订单不断的在累积啦 已经超过了4.1万吨了 我们来看一下这张图啊 所以呢 这个图呢 就是我们现在大家拼命说 来认购 来认购 已经认购了4万多公顿的凤梨了 这本来就是内销的凤梨嘛 那政府说这个是可以解决我们的这个外销的问题 有可能吗 外界说其实啊 这个订单本来就是内销的凤梨嘛 因此反而会排挤掉国内的其他的消费啊 好 另外啊 讲说啊 这个所有的企业大家要来救凤梨啊 结果农委会就宣布啊 2月26号开始啊 各界预购超过了4万个凤梨了 这个名单很长啊 还包括我们的古王大力光也买了我们的凤梨哦 没有想到竟然被大力光打脸吗 大力光发出了声明稿说 本公司并没有和其他企业合购凤梨 大力光购买的农产品不仅是限于凤梨而已 长期以来都是以各种形式的方式在支持 好 那么因此呢 这个专家学者就说了 企业采购只是原本内销量 根本谈不上解决问题啊 只能够说各界很重视 也很踊跃想要支持凤梨农而已 好 陈其中主委说 确实不可能靠国人共襄胜举 就解决掉这个销路缺口啊 转为这个的问题啦 因此呢 原本就设定说 这个销路的缺口 我们要转换成外销3万公吨 内销2万公吨 评估今年出口日本啊 可以从3500提升到5000公吨 目前我们也有外销奖励机制 来这个降低业者的运费成本等等 而内销部分会请加工业者 用国内的凤梨来取代国外的凤梨 所以这代表什么 这是陈其中告诉大家 本来就知道根本不可能 光是靠国人的共襄胜举 来解决这个凤梨的问题嘛 所以我们要请教一下费委员呢 原先凤梨内销就是占了九成嘛 那么现在政府呢 把台湾人的爱心 拿来变成大内宣的工具啊 而凤梨现在根本还没有大出啊 未来的两个月 还能够让大家这样拼命的买凤梨 吃多少的凤梨呢 大家都吃凤梨呢 那接下来其他的水果又该怎么办 我想我们的政府啊 应该要想清楚啊 最后希望不要受伤害的是 我们的果农 因为只要量一超过 就会骨剑就会伤农啊 我想台湾每个人 像每个人吃东西嘛 都每个量大概是固定的 举例我吃一 我今天不吃米饭 我可能就吃一个面包 不吃面包我就吃一个包子 它有一个替代效果 但是我不可能说 我平常量就是一碗饭 我今天会吃一碗饭又去吃一个包子 大概这种比较少了 所以我觉得我们的政府 应该要从农民的角度 因为我们是生产 一定是有生产外销的量 这外销量如果说中止的话 那当然就回到内销 最后理论上就会变成骨剑伤农 我觉得像第一时间 苏贞昌 行政院苏院长说出来 讲说这是一个贸易问题 我觉得这个讲法就对了 那马上总统府 包括蔡英文就讲说 这是一个政治问题 那今天是我们卖东西给人家 我也是觉得了 我们的不管是农委会也好 陆委会也好 都很认真的去跟人家去好好的谈 这个时候只是在打 互相叫嚣 最后受伤害的 我想一定是农民 所以在现阶段 我们还非常希望 这就是谢格冲的一个问题 只是一个病重害的问题 把病重害如果真的有问题 当然应该要去解决 如果没有问题 我们再去想想 到底问题是出在哪里 毕竟我们生产是要卖给人家 来赚外费 卖给人家 让农民有生计的 我想这个此刻 如果说只是在搞大内宣 你看很高调的说 我们很快就把他 都把他卖掉了 真的是这个样子吗 我想专家也讲得也很实在 外销的量就是外销 内销量 他当然也都考虑好了 内销量各种水果加小 我们可以维持在这一个 合理的市场的价格 如果说内销量多的话 那势必就是大家抢着要卖 抢着卖 买一次买方就比较便宜 那个最后受伤害的是谁 一定都是那些农民 所以麻烦我们的总统府 多思考一下 此刻我们应该要好好 从农民的角度 从外销的角度上来思考这个问题 对 其实借壳虫实在是一个太小太小的一个事务性的问题了 如果连这种问题都不能够开启谈判的话 那到底两岸之间还有什么可以谈的呢 总统蔡英文去年三月在脸书上就宣布说 哎呀 台湾凤梨坐飞机外销去澳洲啊 大内宣画得很漂亮 但是但是我们的台湾凤梨真的坐飞机去澳洲了吗 结果呢 这个有农业网红啊 就在这个网路上踢爆了 为什么呢 来看看 这个呢 资料显示啊 其实我们去年呢 竟然只有56公斤的凤梨干 飞去了澳洲哦 这个是凤梨干哦 连一个亿公斤的鲜果都没有 好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网红他是怎么说的 他说作为一个纳税人啊 当然希望政府可以好好为大家谋福利啊 但是看到了这个凤梨开拓澳洲市场的大内宣啊 以我业者的角度来看 我当然知道这完全不可能有任何的时机啊 为什么呢 因为澳洲对台湾的条件 就是你要熏蒸过后才可以卖给我 凤梨经过了熏蒸处理之后就很不耐放 熏蒸之后如果要卖到澳洲就只能够做空运啦 那空运的费用不是很高吗 澳洲人有可能愿意买一颗十几块钱 澳币被熏蒸过的台湾凤梨来吃吗 哇十几块钱的澳币 这凤梨有多贵啊 好朱学恒也说了 好我们可以看到 其实刚刚这个叫做好油的这个网红 他其实是一个绿营的支持者 竟然敢揭穿大内宣啊 去年我国呢 大张旗鼓宣传的凤梨卖到澳洲去 竟然呢 只比二分之一个朱学恒重一点点啊 就是56公斤 而且还是凤梨干耶 哇他说这下这个网红啊 应该会立刻被人家乘到台湾海峡去了 我举双手双脚赞成啊 好这个是朱学恒的说法啦 好农委会就回应说啊 其实啊这两年来受到疫情的因素影响啊 在航运缺货柜也缺运费 运费非常贵的情况之下呢 台湾凤梨确实竞争力变得很差 没办法突破澳洲的市场了 所以我们要请教一下董哥了 可是刚刚看到的这张梗图 不是去年三月份的梗图吗 那去年三月不是疫情早就已经开始了吗 当时不知道我们的凤梨因为运费的关系 没有竞争力 没有办法进入到澳洲市场还要大内宣吗 那么立法院不是说去年还加码买了200瓶的澳洲红酒吗 那为什么澳洲人连一个一公斤的这个鲜果凤梨都不肯跟台湾买 我们知道澳洲因为篮板球跟我们气候是截然不同 所以如果水果用这样交替是一个好的点子啊 蔡英文的脸书是七年的三月三号 就是今天啊刚好一年 那他做了大突破 现在变成一个大笑话 就真的一个大笑话 澳洲 澳洲你知道七年的三月三号 蔡英文才当写没多久 他是一月十一号当写啊 澳洲怎么帮蔡英文 澳洲炮制了一个叫王立强的共备 每天在那边开记者会 然后说国民党花了八千万 让韩国瑜当写高雄市长 现在打算花六十亿 再让韩国瑜当写总统 那就每天开记者会 那台湾的媒体 因为媒体百分之九十都挺立 就每天报道 澳洲怎么讲 然后澳洲政府配着他们去唱歌 澳洲政府帮蔡英文选举 这是很明白的 你如果看那时候的媒体 那你知道澳洲是很反中 反得不得了的 我在讲一个新闻 前年在王立强开记者会没多久 澳洲有一个劳工组织出来讲 所以台湾很多女孩子到澳洲去打工 打工以后到农场 结果被农场的主人说 你时速要用你自己的钱来付 付了柴果 工作的钱不够付实数你知道 要干嘛 要赔税 当性奴隶半年 有八个台湾女孩 澳洲的那个 而且我们自己的外交部 也证实有这个事 这个新闻只有一天 哪一天呢 前年 2019年12月5号 下来就没有了 外交部都承认了 我们的外交部 为什么 因为会影响蔡英文嫌疾 对不对 会影响王立强的风头 其实这个是人神共分 台湾女孩被人家当性奴隶 当了半年 是可忍说不可忍 如果是贵州那还得了 马上我们军队都要出发了 可是澳洲就算了 到现在也没有任何一条新闻的下 以后就没有后续的新闻了 那王立强的新闻到什么时候 到7年1月9号 1月9号他要出来记者会有讲 讲完以后 11号蔡英文就当选了 此后也没有王立强的任何一条新闻 现在过了一年两个月了 没有 各位 你就知道澳洲政府如何挺蔡英文 所以蔡英文觉得自信满满嘛 对不对 我们是自己人嘛 然后我们就看到他的内心 他很会卖芒果干 也很会卖凤梨干 卖了56公斤 大家看了嘛 所以非常好笑 七年三月是怎么样的食节呢 我告诉各位朋友 大家把印象把它调回来 七年三月 台湾人正在排队买口罩 阿公阿伯阿嬷 阿嬷早上四点多就拿了自己小板凳排在药房门口 然后美国政府 国安单位 美国的国安局跟台湾要求送50万个口罩给我们 我们乖乖乖奉上去 记不记得 然后我们又开记者会说 以后我们每周都会送他10万个 然后他们会给我们30万的防护衣 都在鬼扯 你现在一连大家来检视 我们这个政府就收谎的政府 然后每天在骗 那骗到最后 现在澳洲没有了 什么都没有买到 所以我们想最对不起这些 我们农民的 其实就是民进党政府 他就是出一张嘴巴 内线外线什么都在搞 搞到最后什么都没有了 农民最可怜 对啊 我们跟澳洲买红酒 澳洲跟我们买凤梨干 所以到底有没有办法 把这些所谓的销路的凤梨 外销到其他的国家去呢 我们来看一下 友邦们驻台的办事处 纷纷都要来响应一下了 这个是AIT的po文 很会大内宣 应该是大外宣 对AIT来说 很会做外交 在脸书上马上po文说 你今天凤梨了吗 接下来拿了一颗台湾凤梨 在AIT办公室里面 到处拍照 这里也是台湾凤梨 那里也是台湾凤梨 把整个美国AIT的办公室 到处拍一拍 到处都有台湾的凤梨 好 所以呢 然后呢 最后底下有个很小很小的字 上面写说 我凤梨了 好 结束 这就是美国AIT呢 让这个台湾民众 看到这个po文 很高兴的方式了 好 另外来看到 加拿大的驻台办事处 也很会啊 也po文了 我们喜欢披萨上的凤梨 尤其是来自于台湾的凤梨 夏威夷披萨 是加拿大发明的哦 而且呢 它还hashtag一个什么 叫做freedom pun apple 也就是呢 自由凤梨啊 所以这个是在呼应 外交部长吴钊燮发起的 自由凤梨这样一个说法吗 而AIT的还有这个 这个加拿大的这个po文一出啊 副总统赖清德也立刻表示说 哇 这些凤梨又香又甜 还有自由的滋味 真是谢谢你们啊 好 我们可以看到 真的是很会宣传啦 但是奇怪的是 怎么不利用机会 要求这些 不管是加拿大 还是甚至是美国人 多订几公顿的台湾凤梨呢 所以我们要请教一下 这个俊哲议员 你看呢 我们又开放 让含有来气的莱猪 进入台湾 又编了五千多亿元 来买美国的军火 美国人这时候 买一点台湾凤梨 也是应该的吧 其实我们看到 美国在台协会 还有加拿大驻台办事处 都这么大动作 在帮台湾凤梨做宣传 我想那后面大家可能也会做一些 陆陆续续 可能经由这个贸易的单位 或者是相关的这个产业 可以来做很好的串接 所以会买啊 不是只po人而已 我不认为不会买 因为台湾的凤梨确实是好事 你看我们最近可能 除了企业以外 我们各个地方 好像不分党派 新北市这个国民党团 也要买这个凤梨 那我们民进党会买很多的凤梨 那我想民众订购的更是多 那所以其实 大家在这个凤梨的这个需求和热度上 我觉得可能在这方面 可以让我们这个凤梨能见度更高一点 那这时候当然也要趁这个机会 好好的在国际贸易的场合呢 多宣传我们有很好的水果的底 那卖到更多的国家去 而不是只有 我们目前大家刚刚提到的说 只有卖给我们国内的 自己的这个民众而已 那应该要趁这个机会 没有错 就要求美国加拿大等等相关的贸易体系 也可以来多买一点台湾的凤梨 立文怎么看 加拿大跟美国真的会买我们的凤梨吗 还只是po文来讨好一下台湾的百姓 当然不可能啦 因为凤梨要运到那个 加拿大跟美国太远了 所以没办法 就生鲜的凤梨没有办法啦 那么加拿大跟美国 所以他们也要买凤梨干 加拿大跟美国他们在这个时候 驻台的办事处分别在这个时刻po文 我觉得也非常的不寻常 那么我认为就是说 这事情其实是非常不好处理的 我觉得国安团队应该要再三的琢磨 为什么会这样讲 因为同一个时间 其实美国的贸易谈判的这个报告也出来了 那中间还是非常严峻的谴责台湾 尤其是在牛跟猪的方面 换句话说 我们觉得我们已经退无可退了 然后什么都没有换到 但是呢 美国呢 还是说在买猪跟买牛上面 美国是不满意的 那大家就问了 不是都已经政府都开放了 还不满意什么呢 因为牛还要三十个月以下 以上的小牛 以上的牛也开放 那在这个过程里头 我说实在的啦 就是说 我不知道美国这是什么意思 就为什么在这个时候 因为元旦都已经过了一个月了 两个月了 对不对 都已经过了两个月了嘛 那我们挡了半天 那蔡政府还是要让所有的莱猪进来啊 那为什么最新的贸易报告出来 对台湾还是不满的 对啊 牛猪群都开放了 到底还在不满什么 对 那我觉得就是说 那到底还是在不满什么 而且我们已经开放的时候 大家记不记得轮胎 我们是被全世界 被美国惩罚最严重的国家 我们是被惩罚最严重的国家 所以如果说今天 美国的态度已经是 就是包姿态到台湾 对台湾只有予取予求 就是说台湾 他觉得他要卖什么给台湾 台湾都只能照单全收 那这样子对台湾来讲 这是非常非常严峻的一个讯息 然后同时呢 你又不能跟大陆往来 那同时呢 你的台积电最好也不要去跟大陆做生意 那问题我们不是 这不是台湾人要不要的问题 是我们能不能的问题 台湾有办法 让台积电不做大陆的生意吗 有办法吗 我们有这个能耐吗 台积电有这个能耐吗 那如果美国对台湾的要求 到这样子严峻的程度 我觉得台湾要重新的思考 到底两岸关系 对美关系 我们要怎么样取得一个 对台湾最有利的平衡 否则我们的农业全部死光光了啦 你所有有那个 基改的农产品 美国有基改的农产品啊 如果通通都要来台湾 那台湾完蛋了 那台湾的农业是完蛋了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 非常严峻的警讯 不是开玩笑的 好 我们先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